明天8点准时更新 我是真子 3D消消乐游戏魔镜2 近期公布了前瞻预告片 简要展现了几段剧情场景互动 目前本作仍在开发之中 尚未确定具体发售日期 据制作组介绍 由2D转向3D所面临的技术困难远超想象 距离真正面试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 本作最早在今年6月公开亮相 因缺乏经费曾一度开启众筹 然而不幸的是 众筹也失败了 不过制作组倒是不气馁 表示会继续开发下去 另外系列IP的外传作品 主打迷你游戏和Q版3D形象的魔镜聚会 现已开放Steam页面 将在今年12月2日发售 帝国时代4即将在今天前所推出 游戏售价248元 本作首发共有中国、英国、德里、苏丹等八大文明 后续会进一步扩充文明阵营 每个文明都有独特的地标建筑和作战单位 玩家可根据文明特性来进行建设发展 由落后的黑暗时代向更高级的封建时代迈进 同系列前作类似 游戏主要分为单人历史战役和多人竞技这两种模式 玩家既可以感受气势辉煌的史诗剧情 也可以与其他玩家斗智斗勇一较高低 从目前的媒体评测来看 游戏继承了系列的传统精髓 适合爱好RTS的玩家入手 SE在今天公布了星之海洋6 神圣力量的全新消息 游戏预计将于明年登陆PC和主机平台 据悉此次新作将回归双主角系统 其背景设定在宇宙力583年 因为银河联邦的持续发展扩张 来自不同文明的两个主角将发生命运般的碰撞 开启一段科学幻想的冒险之旅 据官博宣称 除了双主角外 游戏同时也会加入大量可操控角色 加强快节奏的战斗爽快感 并为玩家呈现系列有史以来最广阔的可探索世界 玩家可以在游戏世界中自由地飞行穿梭 接下来是两条首次折扣的消息 起一是B社的FPS轻作《死亡循环》131.34元 本作由耻辱和掠食的工作室打造 玩家需要在黑椒岛内刺杀8名目标人物 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则会重新开启新的一天 直到彻底终结时间循环为止 另一个是丧尸动作设计游戏 僵尸世界大战劫后余生 本作就是在APIC年度版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换皮升级 玩家可以选择枪手 医疗兵 修理师等职业 通过升级对应技能和强化武器 来射爆汹涌而至的丧尸潮 守墓者的全新DLC 灵魂超度 在今天登陆Steam售价33.3元 新DLC中玩家将结识一位新朋友 帮助他实现梦想 清洗灵魂中的余孽 在完成任务后 可获得新道具来解锁远程工艺控制 该功能可让玩家直接在地图上 管理自己的工作台 新DLC实际可玩内容较少 大约三小时左右通关 守墓人是一款像素风的模拟精英游戏 玩家可在其中管理一片墓园 对尸体进行资源循环再利用 卖给当地的屠夫 不断赚钱扩充墓地的经营规模 日式机甲RPG 超级机器人大战30 今天登陆Steam售价368元 本作是系列30周年特别纪念版游戏 收录了多部机动战士高达中的机体 并加入了相关的原创剧情动画 游戏在操作玩法上采取回合制的形式 玩家需要在地图上给机体下达回合指令 让其跳跃移动或是配置技能进行战斗 当地图上的敌人被悉数击败后 就会进入战略环节 这时可利用战斗收获的奖励 来强化机体和培养驾驶员 然后进入下一阶段的冒险 从目前的玩家反馈来看 游戏的质量很不错 适合粉丝入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撒一撒屏幕下方拉维码 可以访问我们售卖Steam游戏和CDK的微店和淘宝店 还有发布打折讯息的微信符号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